H-Base在贝壳网中的应用 让我们看一下贝壳网是否都会用H-Base来帮助我们各方的更加精准的网造相关的一些信息 那我们有请你赵博一下 非常荣幸来参加这个H-Base来与大家的会议 然后我这次的会议给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贝壳找房这个场景下我们H-Base使用和落地的 刚才我们会议主持人说 不知道大家在看房子或是在找房子那里 然后如果说大家在看房子或是找房子可以去贝壳找房看一下 最后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其他产品 然后我们还是说这个贝壳的主题 我是来自贝壳找房的赵博贤 现在负责贝壳找房的大树域加购统队 然后我们这个统队其实就要专注于这个贝壳找房 我们整个大树域底部架构包括这个存储和计算 还有那个我们的一些无量美多分析的场景 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公司的一个兼工体的建设 还有我们的设计系统 然后我们的贝壳找房 那我这次那个会议主要讲几下点 第一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大树域加购的一个进化 进化军军造计的一个流程 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贝壳找房这个 这个数据旺盘的一个大树域 然后我们的这个无量的场景 可以分析和分析使出如何利用HBase去加速 或者说如何利用HBase的提供能力 然后更好的来助力我们这个分析这个场景 第三部分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监控 就是我们华为的朋友讲的这个OpenTSB 其实我们用的也是特别广泛 如何用OpenTSB来打造我们公司集结 这套这个监控体系 第四部分会呢 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比较火嘛 叫做人工智能时代 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挖的这个传体下 我们HBase就能帮到什么忙 第五部分呢 会简单讲一下我们整个一个实时的一个ETR 这个过程 用用用用到那个HBase提供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最后呢 我会讲到我们这个大树 那个贝壳房子边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数据 叫做卢盘字典 大家可以看到的房子呢 很多是我们这个卢盘字典 里面都有了 好 那第一部分呢 然后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这个 这个 我们配合着房 这个场景下 我们这个大树到底层能够是怎么构建的 我们是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痛苦磨练期 然后就会形成了我们这个 一个比较相对的是比较完善的 然后比较易用的一个大树体架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左边就是面向里面左边的这张图 就是大家可能都是我们用到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 大树体架构的技术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那个 嗯 通过了我们的一个 买点的系统 然后 啊 录到我们的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然后我们的这个 录制呢 通过不录吗 出去到我们的卡布卡 然后我们的这个 业务数据库 就是通过客户直接出去了 我们的这个 然后那个 那么我们 其实是使用这个 这个hub 然后呢去构建我们整个一个数据仓库 包括我们的各个数据仓库的一个层层 然后最后去进入了一个这个 就是这个开源的屋底 大家应该有很多人的用户 然后来做我们整个数据仓库的一个流转 啊 然后作为调度一个调度系统 然后最后呢 是把数据抽取到这个 Manservum 然后最后 通过我们一个 自研的一个暴耳灵 然后为我们各个业务 先为我们的市场和武器 我们这样一个 啊 就是一个数据支撑的一个工作 这套系统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搭建起来比较快 是吧 我们可能 找个100个外机器 搭建起来还到 然后研究这些开源系统 配着配着 我们就可以迅速搭建起来 我们大数据的一个能力 那有什么坏的呢 坏主其实就是它因为比较简单 简单举一个例子 我们当时那个 不是两年之前啊 我先说一下是两年之前的一个架构 两年之前我们这套架构 架构出来之后呢 市场过我们几个需求 找到我们说 那个你们过我们出一个大数据 不是大数据吗 很厉害是不是 嗯 赶紧过我们出一个爆本吧 我们这边有什么东西的需求 是不是 那我们就 从底向上 从数据抽去 一直到整个数据 啊 数据 啊 数据一个流板 一直到我们一个调度系统的一个配置啊 一直到我们到最后 把数据抽一个mine separate 然后做一个爆点 发现两 两时候过去 然后我们的市场工业来找我们说 你们这爆本还没有出来 我们这个数据已经失效了 没有用了 是吧 我们钱都花出去了 这个数据没有用了 也连类似这样的痛点很多吧 呃 那我们然后呢 我们有很多工程师 就会跟我们抱怨说 那个感觉我们不是一个大数工业师 我们能恢复整个任务练痕的话 基本上需要 嗯 几个小时 甚至到一天的时间 然后我们整个才能恢复一个整个以后 嗯 那其实是不可接受的 面对这些痛点 我们就怎么办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 加速的一个调整 大约在一年前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加速的调整 嗯 嗯 嗯 好 然后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集团呢 还是用这个 这个 或者是这个 嗯 然后把数据直接抽取到 我们这个 啊 当然其实这份的话 我们是整个集群的话 我们做了一个 新控的一个改造 通过mode proven dst 把我们的这些东西搭议起来 好吧 把数据直接抽取到 我们这个 这个 数据流软这里呢 就是原来是用hub 然后我们引入了一个 嗯 开的就是tc 就是一个 然后我们呢 整个这个数据汤 铺的一个流软效率 嗯 从三五六个小时 其实呢 一两个小时 这样的话 这个效率是提供其实很多的 然后中间层呢 就是这个中红线设一层呢 我们是自己的一个 调整平台 这个调整平台 提供了我们 整个公司的一个 那种调整平台呢 其实我们是 提供的功能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物质里面 其实有很多痛点啊 然后我们比如说 我们的数据认文量的一个可视化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数据认为同学 提供一个比较易用的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数据认为的一个工具 然后他们比如说 恢复工作的 比如就是分工级别 就是原来太平衡 就是整个恢复一整套 这个认文量的一个工作 大家可以看到啊 然后 那么HB的基本上 也算是我们的一个 比较科技的一个工具 然后比如说这里 我们的数据呢 像千亿级别这种数据呢 我们也有关系数据嘛 然后我们通过API报导出去 然后我们找 实用这种 比如开源的这种 就是说这种 关系数据库啊 基本上是支撑不住的 就是说我们引入了 HBs 我们把数据直接流转到 HBs支撑呢 然后通过API 数据报导去 开放结果 第二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呢 我们的屋子也是把数据 抽取到我们的 NCOS中 关系数据库嘛 然后这样的话呢 那变相大数据量嘛 然后查询性呢 等等 然后我们有一个 特别的图件 70 它其实底层是依赖我们的HBs 所存储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满足 我们这些 啊 比较灵活的一个 啊 一个需求 最后呢 我们这个 嗯 这个 这个 这个一对扫 其实我们也用到 一些个 比如说监控器器的一个 刚才讲到 文明TSP 我们把我们整个大数据 这些工具量 来勾取出一种 套的一个监控器器 最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 大数据 这些个 上庭应用 比如说我们 研发的一个 这种 机器分析平台 研发的一个 基于我们70HBs 做的一个 啊 就是 是择平台 然后统计了 整个公司的一个 个子 之后呢 这么像呢 其实我们当然也做了很多工作 其实数据嘛 其实都是公司一个 核心的一个 核心资产 就现在都比较理解的 就是数据资产 让我们做我们的监控啊 做我们的这个 审计啊 做我们这个 全线的一个管控 其实通过这一系列的一个 打造 一个还有架构的一个 调整 从0 到1 这样一个 过程 然后呢 做一次架构的一个 进化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目前这个架构的 系统营也是这样 反过 可以满足我们很多的 需求 现在比如说 刚才讲的那个 比较痛苦的例子 事实上 在机会修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可能就是 但是小试级别 就可以给它 续统的构建出一个包板出来 因为我们的整个数据模型 都构建在我们的 H-base之中啊 就是通过其中 我们的数据团 固定的H-base之中 这就是我们那个 费标准团的 整套的 两个架构的一个体系 那我们这个主题 是H-base 是不是好像有点偏离 那么到底 H-base 在我们整个这个 加构 大数架构体系之下 有哪些场景呢 第一个场景 分析 分析其实是 最常见的一种需求 对吧 我们多大部分大家都知道 我们可能 给公司提供这种包板 然后满足我们公司 各个业务性 各个事业部 或者说各种各样的 需求的一个分析的需求 就是BI分析嘛 然后这个能力是不可或缺 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也是特别重要的 那我们当时 我们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呢 我们当时去调养了 我们公司的一些需求 我们这边呢 它其实有这样 就是上千亿 上百亿吧 上百亿甚至 甚至可能会达到 什么千亿级别的一个数据量 数据集 就是我们这包板 可能需要一个 这种千亿级别的数据集的一个聚合 然后呢 也要求一定程度的高分化 对 因为我们可能不知道 可能面对像我们 我们这样 一般我们公司 做一包包包包包 可能都是给 我们互联网公司 都是给这种 公司内部做的 公司内部顶天就是五千人 对吧 但是我们这包包包包包包 是给什么呢 就是经纪人 就是你们不要传言那种中介 就是 包括去买房子 就是这种 入房跟公司到这里 中介 然后那现在我们 并可找房服务多少中介呢 或者服务多少经纪人呢 他服务了有20万个经纪人 他有可能 因为他们的作业有什么特点呢 有可能他们 他会在9点 9点钟来了 他就会打开我们的这个折本台 看一看 图通的一个业绩 或者看一看 折本台给他推荐一些数据统计 他基于这些数据统计 他有可能会向他今天整个一个 作业的一个流程 那就这个 其实 或者我们要求这个高分化 这个这个能力 最后呢 我们其实要求一个下面 去给这个想法 这个 我们现在打开网站 就是 你不可能我出于报板 要请图个几分钟 是不是 这个这个是收了 最后呢 我们要求我们的业方层面 就是我们的上层的一个主要面的一个用法 要求对我们的就是说 最好能够提供一个色谱的一个接口 因为色谱呢 就是不要种 就是构建这个数据模型 然后整个查询这个流程构建 就是比较低的 我们中国选拳 我们考虑了市场上几个选拳 第一个呢 我们教授了这个 当时比较流行的那个百度 就找到我们 不知道那个 我们用这个拍楼 拍楼也挺不错 当然 然后我们就远了一番 发现这个 这个 这个 而且它这个 简直的接口这块 也比较特别 第二 我们就远了这个 我们俄罗斯 什么开源的这个 这个 然后 但是它 这个 在这个 原来分析这个场景 它的确比较快 就是讲述 然后它也能 面向这个 大树那样 那我们发现就是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公司的数据模型 比如维度 一般它达到可能几十 甚至上百分析 就达到一个维度 然后 水分量呢 就是统计分析也比较多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 它有这些统计 它有些统计 能够存储 然后它面向我们 免得满足我们一些 的需求 然后综合考虑之下 然后我们就测试它 这个 然后它对这个数据分析师 有比较好的一个接口 数据分析师 几乎可以在 恒出一两次之后 就可以迅速使用 去构建一些数据模型 我们用起来比较快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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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它是统计上 一个流程 它提供了 比如说 上纸提供了 一个流程 然后呢 它中间有一个 扩张应该 去做整个查询的一个 从色谱到 那个 H-base 这个查询预备的一个 一个专注 然后 然后 圆备的一个 还有 它整个 整个 整个统计上流程 它是通过 其实我们刚才说 我们把整个统计仓库 是构建的 我们的汉污温流程 构源的汉污温流程 我们通过这个 预够件 把数据直接写到 每个统计程中 我来的这个 都一分级的Q版 这些统计模型 直接写到每一次之中 那就是 EVS这个U1的特性 它写的比较快 独队比较快 这种特性 能够支撑 我们刚才说的这种 合并发 对吧 对吧 这个设计的一个 这个设计 这个 上次们它又有个 用的那种GDPC 或者RES的一篇 然后它又支撑这种 在线的分析数据流 也就是那种 离线以后的数据分析流 支持这种什么 其他口的这种支撑 所以说我们最终 就选的这个 那我们依据 那我们依据 七零汇这位置怎么打造 我们整个公司的一个 这个 鼓量的分析性能 底层 底层大家 底层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底层是我们的 这个计算 从计算平台还到处 然后呢 存储存是我们使用的这个HBase 然后它通过 在这个我们整个计算数据仓库这里呢 把整个数据 数据 宽表 还有围表 在这里你就构建出来之后 流转出来之后 通过我们对的平台 最后呢 我们选择好这个宽表和围表 把数据直接 预计算到我们这个HBase之中 这个就是七零汇成的 然后七零本身呢 我们又分成了一个构件集群 还有一个这种插心集群 插心集群呢 它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用的 能够可以直接用Inix这种 这种 负责用器 然后做一次 我们可以做横向 或者纵向的一个扩展 然后 我们刚才七零这边 然后呢 为了满足这些个 这些科学区 这种固件件 其实研发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空间上的一个能力 人数据的一个管理 一个统计分析 POR这个能力 POR这个能力 其实整个这个核心呢 就是HBase 整个这个软件的飞机平台就是HBase 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 计算成 计算之后 计算之后的数据啊 直接都让我们HBase HBase是面向的这个数据产品 对于我们的软件 插心的一个请求 所以说我们这个 一辈子之后 我后面会讲到 我们做了很多 这些画的一个能力 但是这个其他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只能做一些 比较速化的分析 为了做 为了完成我们这个 就是一些 比较灵活的分析的话 我们就进行它 一个HBase HBase HBase的话 它其实有两种能力 我们后面挂在 我们的Spot 和Place 然后又用这个RF 去做加速 然后可以整个 在我们整个计算机群 去做一个数据的一个查证 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整个这个 无量的数据分析这个 场景的话 又能满足我们这个 这个固化的这个分析 也能满足我们这个 这个固化的这个分析 当然 整个这个数据分析场景 我们的固件 就是刚才全线的 有数据管理的 调度的一个构建 好 那现在我们的数据量 那现在我们的数据量 一分子中 我们在清理数据量大概多少呢 八百加区 八百加的一个数据目前 目前服务我们公司的 这应该已经是年初的一个数据 16个有限的数据 然后现在总数大约200TB的数据 然后最大就是我们的数据量 现在有1600亿 1600亿 1600亿 然后一个最大的数据模型 它的那个数据量 大概有60亿 60亿 就是我们要满足60亿 然后每天大概请求 有上百万的一个 然后我们 我们经过统计发现 我们这个基于这个 基于这个 基于一倍的这个期限 我们95%就是500毫秒以下 因为它数据量比较大 然后百分之99%的一能限 这个优异的特性 满足了我们公司 对这个多数据产品的数据 这是我们基于这个 70HVS 构计了我们整个的 数据产品 指导平台 在这指导平台 有什么能力呢 帮助我们展开我们的痛点 说一个需求起过来之后呢 我们要去 做需求分析 对吧 做好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之后呢 我要去理解这个数据 理解我们这个 如果行为数据是什么样呢 我们的业务数据是什么 怎么样的 整个流产过来之后呢 其实就是两个路都过去了嘛 那我们做指导平台之后 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满足几档 第一样呢 就是它可以做这个 上载下转 第二的能力 它可以满足我们公司这个 多为分析的一个请求 第三档 就是这个比较重要的 用户呢 可以基于我们这个指导平台 构建 自定义一些报本 给它配置一下 把一些我们 一个固件好的指标 都举出来 配置一下 这就可以出来自己的报本 可以 这样的话 其实解放了我们 很多数据分析师的 有一个双 我们不能给解放的双手吧 解放了它的生产力 它比如说 它可以很快的配置一个报本 然后呢 又统计了我们 我们这个背后者房的一个 这个数据指标 因为我们发现 以前是什么样呢 以前比如说简单举个例子 UV UV的话 可能很多 有很多 很多这种口径 然后我们 从UV的话 也很久 很多时候 找到这个到底是 哪些口径是同意的 就是说 我们才同意这种东西 这个 这个 数据 那简单讲一下 我们这块 我们这块 到底是 哪些能力 我们去做一个换的 大家知道 现在有SID和机 就是那个 HDD 就是接性盘 当然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 H-Base 它其实也是一个 火调存储 有一个存储 既有那种接性盘 也有这种SID 那我们现在 基本上是怎么加速的呀 那基于我们海盗 这个 就是冷热分离 或者是一个存储能力 我们把我们的热数据 其实存储在 SID 就吧 然后我们可以 能更快的讨问 然后呢 把这些冷数据呢 是存储在我们的 就是HDD 机型盘之上 然后呢 我们发现就是说 因为 比如说我一个可爱 在做一个请求的时候 这个Client会 随机分配我们 这个DataNode 的 一个或几个基点 就是某一个基点 去做数据读 就可以了 如果说它 是有个数据本地性 这种东西的话 它就是说它肯定不是 读取本地的数据 它可能不关心你这个数据 是到底存储在 这个HDD 还是存储在这个 SID 因为我们这个网卡 我们又 我们正在一辈子 去搭建一个高性的 高性的方式 直上了 我们大概有 25G的 就是这个 这个保护这个难度 然后发现 整个这个机械硬盘 根本就用不到 这么高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做了一个 SID First 这个一个科学 就是我们优先去 读取我们 远程的一个 SID 它这个性能 其实其中的 其实很多 就是 就是 当时大约应该是 提升大约百分之五十 左右 所以优先去读取 远程的一个 SID 那其他我们 就让它读换 就是我这次 重点讲的是 我们的实力讲解 接上去 我们就是 开启了 我们这个 人类法的一个 转入读 开启了 人类法的一个 转入读 然后呢 我们开启了 人类法的 我们这个 多线重的一个读取 这个对于我们 整个的一个 多线性能 然后呢 我们开启了 因为人类法 它 比如说 我们现在是 上千个基点 这么一个集群 上千个基点 的话 基本上 每一周都出现 那么几个 或者坏盘 或者坏的 然后呢 它不应该死 它也可以 都是刺盘 都是刺盘 都是刺盘慢 那这样的话 其实刺盘慢的话 一旦说 有这种企图 如果这个坏的 这个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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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很多 而人类法 其中了一个 可以做出这种 这个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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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这种可能性能 有可能性能 就是我们 对于海道围体 以后 它是固定的 因为它是为了 处理均衡 对不对 比如说 不管人体开码开启 这个机家感参 或者什么样的 一个等力 但是需要把一个数据 颁取掉一些 它比如离它比较近 或者说30点是个不够的一点 但是我们发现开启这个Balance之后 对比这种对比的性能异样 对比和起不性能异样会大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对比这种拎不动的性能 有一个严重的一个下跃 就是打落严重 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我们是在 我们在高峰的调语期上 把我们这个Balance关闭的 然后我们会在这种低峰期 然后把这Balance关闭起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Balance关闭其实是一个 如果做一次写入的话 其实是先写入到我们的一个 Lalance 然后呢 默认它其实是一个Balance关闭的 就是单线的一个写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把这个 多录的一个 这个Lalance关闭 的话直接能去改善一些 这种Balance关闭的一些性能 当然这个比如说像我刚才 我找到这个FID FIRST我们Balance关闭 也是其实也提邀到我们 那个Balance关闭了 好 对 所以今天我点了一个场景的话 就我具体介绍这种 能够化这些性能 然后第三个场景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第三部 我点了一下 我们这个监控的场景的话 监控的场景的话 以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现状呢 以前我们整个这个公司监控的 以后的实际跟风筝 风筝的话 它比较实际 水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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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做一些 比如说业务的监控 而配置一些 一个特别的 它也 的确是比较好用 比较易的 但是对于我们集群 这样的一个就是容易 上千年来 接近达到位置上的一个 浮起来 某个的一个数据量的话 我们发现就是 大多分数据上 基本上 经常出现 丢出去 或者有部分数据 写不进去 然后呢 还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推定 我们发现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Sys 就是我们的系统 系统的组 它提供一个监控 就是监控磁盘啦 打键这样 然后我们网络组呢 提供的是一个 网络组这样的一个监控 就是它告诉我们 你这个整个体型的保护情况 还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这个 右手小组呢 提供的是 FARC 我发现其实 监控不统一 所以说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刚才那个 华为手写 就是FARC FARC FARC 是这样一个 点击这样一个 点击 我们用FARC 然后把我们这个 基础的一个数据 直接通过 连续团上去写了个 我们签丝 签丝 然后用我们这个 HBs 去 断认 然后呢 我们这 任务的一个信息 我们自己写了一个 就是 后端上去 就是 然后把数据直接 写入到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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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中 然后那小组本身的 这个Metro 就这个比较急 就是 它也可以直接写到 这个 直接就配了一下 就可以直接换 这个 天地 之中 然后 正式利用整个 open 天地 这个 性能的话 我们现在就是 一个比较基础能力 刚才应该有 听说 如果我们判断怎么办 就是 简单的话 你可以在哪儿去 把这包本直接配置出来了 然后配置出一些 HBs 我们之后还没有 换一个能力 就是我们吃 HBs 本身它一些对于 因为我们理解了 这个Skamer之后 我们把这个 能用Skamer之后 做一个分析 现在我们的探索 去做这个分间控 就我们机群 我们整个海盗机群 叫转 那边哪些 可能会 预先 能够预先知道 就是我们希望 能够预先知道 我们的步骤在哪里 现在正在去探索 这条路线 然后 也引入这个Skamer之后 或者Skamer之后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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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基于 这个一辈子 这个能力的话 现在基本上 现在我们的整个 这个机群的话 是使用WPAN电子 给打开我们的 一套接触体系 然后 我们的报警量 通过WPAN TLA的能量 配置好之后 我们的这种 误报 然后 这种 基本上 是 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然后这是 我们目前 这个LedgePod 我简单截了一个图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 WRFN 简单做的一个 就是 先做了一个 这个LedgePod 这个LedgePod 然后 大家可以 其实可以把自己 关注这些个 指标呢 直接放在那个 袋子里中 然后这样的话 你能关注到 你自己这个 这个机群 或者你自己 不管是别的 还是什么 或者说 其他这个业务 业务方向的一个 监控 各种各样的 主要 数据发觉的场景 大家现在 刚才讲到 现在我们是一个 人工资的 那个 时代 那数据发觉 这个场景 我们到底 这个VS 都能够提供 什么样能力 来助力 我们的 这个 能够 时代吗 这是我们最后点 防 数据发觉的一些 在乎的图 我刚才讲到 这些 这些 技术平台 是我们的 其中的 然后 那上层 就是 依据我们的 技术平台 我们的 数据发觉 其实 比如用人画像 房里 房里面画像 经济人画像 小区画像 等等的 然后他们上层 用各种 各种各种 各种 代表 而贵人这样 一系列的一个 数据发觉 产品 比如说 全购预设 房屋 然后呢 精神匹配 就是给你做推荐 比如说 咱们有的 朋友要去买房的话 他可能给你推荐一下 你到底哪条房子 可能更适合 你 给你推荐一个经纪人 哪个经纪人更适合你 所以 我们也是希望 促成大家的成交嘛 而登场学校 比如 文艺像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 我们 整个数据发觉 对自管的产品 还是底层的一些能力 我画红圈的这个东西 有个百分之百是应用的 比如说 弯字典 百分之百是应用的 我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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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 刚才讲到这个 是吧 那个 就是 七年几十 百分之百用的 我这个 这个 用画像 荒木画像 荒原画像 经济人画像 车修画像 然后 荒木户架 就是我应用这个 别人是能力 我简单讲 这个 荒木户架 这个例子 大家肯定觉得 我们全国应该 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 叫房子 然后呢 每套房子 我们是希望 每天 更快的 能够 给大家一个 更准确的 一个公价的话 希望每天 甚至每小时 甚至能达到每天 给你做一个公价 因为其实 它也可以把它 想象成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时序 能力 就变化 然后想 然后这个 树变价 其实是已经 达到一个 千亿的规模 然后呢 这个 房子 公价 大家全体能 满足的是 我们各个要件 比如说租房 比如说新房 比如说二组房 或者各种各样的 产品 都掉了一些 去世 那我们这个 挖掘这个同事呢 跟我们聊了之后呢 把他说 这个 千亿级别 现在应该是 一两 呃 呃 没准确 但是千亿级别 又出去 接鞋到 位置中 然后面向呢 是这种 每天 上百万 每天 就掉了 所以说 大家 发现 这个这个 有什么一个规律呢 大家都 都比我 都比较关别 对我房子来说 好像喜欢 一周 去波浪的一样 特别是 可能是17年 17年 16年 17年 房子 长得 比较凶重的时间 就是说 每周 都要去掉了几次 看看自己房子 到底是货的 钱 就是 关系的 对 目前这个 这个时间 对啊 就是18年 进入18年之后 就能让 下降了一些 好像说 是吧 这个西兰 那时候 这个 人家的 就很 好像 房子也不能涨 对 还得好好 能够赚钱 对不对 是不是 哈哈哈 反正这个房子 工匠 没位子 不太轻轻 所以 找出一个 比较好的 优异的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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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进行 我们现在 我们基本上 所有的那个 数据呢 就是 比如说 刚才我讲到 说 通过 SCOVE 然后一线 抽取了 我们的 数据 通过我们的 这个卡布卡 实时的把这 设计 和我们的 数据 通过 但是其实我们 整个一条 过程实际的 比较 缓慢的 做不 就是 比如我做 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 那个 我刚看了 到底是 十分钟 打算过 那个 然后那个 实时一条 的话 就是这样 我们发现 有很多 这种 就是 都仿佛那种 情况 我们发现 对于 我们希望能够 更快的 最后这种 出现 更快的 能够 我们的 用户也好 能够 我们经纪人 也好 其实 那个数据 这个 全体 就是 做出一个 实时 但是呢 实时的能力 比如说 我计算一个 U1 还可以 我计算一个 TB 还是可以 但是我计算一个 比较大 宽便的 一个实时的能力 然后 那这个 就会比较 不好去做 所以说 我们基右 用一个 U1 去做 我们 比较 公司 用一套 这个 实时的数据 我们可以把 这个 一个 实时的数据 如果我画数据 同 DB 中 解析的 冰落 抽取出来之后 然后 解析 解析 解析出来之后 利用我 U1 U1 它可以 有 变化 就是 模式 这个概念 然后 那我可以把数据 基于这个 这个 组织的 变化 把数据 直接 解析 跟上 然后 写到 写到 这个 然后呢 我只使用 我这个 最新的 版本 这样的话 其实 我也可以 根据我的 时间 抽 做 我 变化的 版本 人的信息 也可以 知道 我 比如上一个 时间 上一个 时间 抽 我的数据到底是 什么样的 但我需要去做 一个 那就 其实 基本上 可以做 一个 我们现在是 分钟级级级级上 实时时 实时 络织也是这样的 其实是为了说什么呢 我们需要一些 用户行业的数据 和我们业务 参观的数据 做一些 聚合 对不对 那我其实 我就可以 启动 一个 设备 全门 一个 程序 然后 让我们的 用户行业数据 和这个 业务 数据 直接做一个 聚合 然后直接把数据 写到 这辈子 这辈子 其实就 这个时间 说 它就 关心 个件 的话 这样的话 其实 分钟级级级 就 它都得 以为了 进入了什么样的能力 然后 破续的一个写动 对了 同学 已经说了 然后破续的 就是 这种 出品 不少 就是我这个 对你整个 这个 记录 就是这种 变化的一个记录 LGIC LGIC是我们 中期的一个 核心术语的 属留盘字典 什么叫 留盘字典 就是 我们全国 这里 我们目标 是把全国 这一套房 都数不来 对不对 全国这一套房子 都数不来 那这个 楼梆子典 就是怎么去 维护的呢 改参来 就是说 我们的经纪人 或者说 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去 向我们的楼梆子典 去注目 一条数据 那我们都得 先拿到数据 简单就会 例如说 A 我说 这套房子 它的建造年份是 一个月五年 然后 B 告诉我们说 它的建造年份是 二人人名 每天 甚至一套房子 可能有十个 或者二十个 这儿一个记录 所以没有引入在这儿 A B 直起来 那我们可以看 比如说 只能说 齐勤不就验 齐勤不就验 就是我教验好 我这个数据之后呢 就写在我这个 什么 db 中 里面的路程中 对吧 那其他人的 这个数据 我们就记录不到 我也不知道 到底该信息 那我又可能 我的教验是不对的 对不对 那引入A B 之后 可以怎么办 每个人都可以让我 这个 每个人都可以让我 试试之后 每次会 都可以写 我一个数据 就每人都可以写 然后呢 我根据我写的数据 我可以 我们根据一些其他数据 比如说这个经济人的 执行度啦 对比他以前 起过数据的人 我可以计算 一个执行分数 根据这个执行分数呢 我可以直接抽取出来 我每条记录 到底是哪个 我们该信任哪个条 然后呢 基于我要试试数据库 就是人类的情况 然后我又可以去 通过这种消息之内 我可以把数据 直接抽取到 一个一个 就是一有数据库 就是我那天 你可以呢 但是我们这样 甚至是一个比较 我们找到 一个传奇的能力 然后呢 我就跟各个业务 现在打掘我们这个 打掘我们这个 满足不同业务需求的一个 各种各样的一个 业务需求 在这边做 对我如果想 然后比如说 我们就来通过 让我们去 这一次 我们可以去 做通知 让医工人 可以感受到 数据这个业务 的情况 然后把数据直接行 实时的 然后录到 可以来说 这个 Service 基地 就是 人业务需求 不通的 好 然后 那最后啊 最后 然后我就 简单讲一下 我们最好 进行的数据 就是 就了自己了 我们现在已经 那个 去年 十月万一 进行的 建盟会呐 应该 全中国 要万一进行的 每个建盟会 应该就 反而就两个 感觉就是我们的 买高 是吧 任意的 就是这个 这个 有这个 店家子 这个 房子这个 它周期比较长 但是它其实 因为它是一个 什么 大外交易嘛 然后呢 产品就能盘查 很多 然后 楼板子里呢 有一套 然后 什么 就是 做 能键 二 反正 数据能力呢 目前这个 应该有 十区别的 能力 出具能力 然后 大家如果说 刚才有 华为同事说 如果想使用 华为 你能费用的 大家如果想买房子 可以免费不上 这个 我跟你 给你推荐一个 这个 能量 金钱 当然了 如果说 对我们配合的房子 如果感兴趣 合作 或者说 加入 都是可以的 好 谢谢大家 接下来 我们的时间 欢迎大家 如果 有卖房子 可以赶紧 先赶紧 进去 给钱 看看 好 我问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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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像是 运载 是在 为什么 发 对 现在 为什么 它的 再生气息 它是两代的 预养 在线系统 实验员 应该能达到 我们上次就是 做来吃一家厕的话 我们达到 三分多好没有 对 对 这层的那个 就是 因为画像 还多个那个 画像的那个 许臣的许臣 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 基本上没有 都是单独的 对 都是单独的 单独的 他们一般 这种业务区的话 我们个人怎么办的 就是单独的 单独的 或者说 跟你说 听 等一下 就跟我回去 然后我们再特点 接受 好 那看来大家现在 还不是太感兴趣 好的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那 就先 先这样 然后 我们休息 也休息一分钟吧 然后我们 再会儿 开始下一场的演讲 然后 陈迅 刚才我再 陈迅 来 陈迅 我们再次